一个女孩睁开眼睛 扫尸四周 发现所有人都站在一个红圈内 她试图向前走 然而只要一麦开脚 便会有类似警报声响起 慢慢的周围的人都醒了过来 用尖叫和哭泣表达着自己的恐惧 突然几下钟声过后 有几个人仿佛被雷劈中 倒地死亡 每隔两分钟钟声响起一次 就会有人死亡 帽子男突然大喊 每个人的手都对应地板上的一盏灯 转动手掌就会有不同的灯亮起 而且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对应的那盏灯 话音刚落又有人倒地 这时孕夫发现了真正的规则 这是一个投票游戏 手掌停止转动的时候 每个人的灯会指向不同的人 得票最多的就会被杀死 所有人一致决定都投票给刚死去的人 还是有人死亡 所有人都不投票 依然有人死亡 当没有选择的时候 就会随机自动选择 蓝音难提出先投死老者 来争取时间想出解决办法 在投票的间隙 大家试图寻找来这里的共同点 黑一男说 自己当时在高速公路堵车 然后被吸进了一个小屋 下一个要死的老者说 自己曾见过黑一男 可所有人都看破了 老者是在拖延时间 毅然决然地投死了他 在几个老者死去后 蓝音难又提议按年龄顺序 这一提议引起了公愤 蓝音难随之倒地 帽子女提议 所有人互相了解一下 或许可以找到共同点 胖子女自高奋勇 然而自我介绍还没有结束 钟声就再次响起 胖子女应声倒地 紧接着 由于职业贡献 同性恋 有无子女 种族等因素 一批人相继死去 所有人决定 都投给身边的那个人 这时所有人评票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可是最后 还是有个男人死亡 黑一男主动坦白 票是他投的 因为他看到那个男人 把票投给了孕妇 黑一男说 自己不能投票给自己 所以最后只有一个人 可以活下来 孕妇和儿童 肯定会活到最后 先解决到孕妇和儿童 其他人活下来的机会 就会更大一点 焦点到了孕妇和儿童身上 尹静男主张先解决他们 黑一男主张保护他们 下一轮 出现了儿童和男人的评票 尹静男大叫投儿童 评票的男人 却自己走出了红圈 倒地而死 尹静男歇斯底里的 劝大家加入他 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愤怒 尹静男和儿童评票 尹静男死亡 现场只剩下13个人了 其中有一对夫妻 丈夫提议杀死大兵 大兵反咬一口 提议杀死妻子 钟声响起 双方只得互相妥协 杀死了一个黑人 长发男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他们是假扮夫妻 因为一对夫妻 共同在这里的几率 实在是太小了 经过一系列的逼问 证实了他的猜测 他们只是为了求生 假扮夫妻 假夫妻双双出局 又过了几轮 现场只剩下孕妇 儿童 黑一男 长发男和一个哑巴 黑一男连和孕妇儿童 投死了长发男和哑巴 现场只剩三个人 黑一男问孕妇儿童 谁愿意和他一起走出红圈 把活下来的机会 留给另一个人 儿童气不成声地战了出来 钟声响起 儿童和孕妇双双倒地 儿童走出了红圈 黑一男却投给了孕妇 黑一男如是重负 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出去了 钟声却再次响起 他颤抖着 把票投给了孕妇肚子里的孩子 一阵天旋地转 黑一男重见天日 和像他一样 劫后余生的人聚集在一起 对远处的飞船行注目里 当末日来临 人心的丑陋和扭曲 必将展露无遗